大家好 我是Philip Thecon剛剛發佈了一支28135的鏡頭 其實這支鏡頭是什麼呢 今天跟大家輕輕地說一下 其實這支鏡頭還在發佈 在開始影片之前 記得按讚和訂閱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給我一起聊一下 對這支鏡頭 或者有什麼疑問 或者有什麼問題 隨便在下面留言一起聊一下 我們先說一支鏡頭 一支28135的鏡頭 很多人就會問 Nikon不是已經有24120 那為什麼會載一支28135呢 其實這支鏡頭 就是比較有影片的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PZ這個字 其實就是Pass Zoom 就是電Zoom 我們一般在影片世界 例如你一些新聞機 又或者大家可能用過另外一支DX的 1228都有一個PZ 就是Power Zoom 可以在鏡頭身上做到一個電Zoom的效果 即是電子慢慢Zoom in Zoom out 不同我們平時手領的Zoom 可以做到一些比較Smooth的Zoom in 動作 混鏡方式 至於這支鏡頭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可以看看圖片 可以看到 第一件事 當然是看到它的Zoom按鈕 有Zoom Tele 有Zoom Wide 這個按鈕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鏡尾 金圈以前是在前面的 這支鏡頭的金圈 就在後面 在鏡尾的位置 這件事 是設計語言上的改變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黃色 前面黃色字 8135的Power Zoom 其實是黃色 其實也有點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電影鏡 其實有些品牌很喜歡 用黃色的字 去寫入電影鏡 其實我挺喜歡這個配色 有力量更加用這個配色 是合理的 因為它也知道是黃色 另外就是 有些朋友用開 例如Sony 會覺得 這支鏡頭很紫口臉 有支28135F4 OS X 那支E-Mine Sony很像 是不是那支 其實 在現階段 因為Z-Mine的那支 正在研發 其實我覺得 當是我覺得 不是官方立場所說 就是 Sony這支已經是多少 2014年出的 2014年 現在是2024年 也十年前出的鏡頭 我覺得 合理都不會拿回那支鏡頭來抄襲 大家也知道 Nikon 很注重自己的堅持光光 其實它會有自己的光光設計 應該就是這樣 暫時它現在在研發 大家還未能拍到給大家 但問題是 要Copy也好 買設計也好 任何什麼都好 應該都不會抄襲 一個十年前的設計 對吧 還有 就算Sony也好 應該是2016年 2016年 是有第二支 所謂Pathroom的 Standard鏡 就是 1110 其實已經是八年前的鏡頭 對 八年前的鏡頭 1810 其實比起之前的28135 是更加好的 因為它的技術更新了 光學更新了 還有Pathroom的設計 它所有功能 都是比之前的28135 我相信 在2024年 不知道今年會不會出 或者下年會出 來到這個年代 我相信 以Nikon的光學設計 這支鏡頭的光學設計 都不用懷疑 一定是OK的 而且 它始終是偏向一個 並非完全是相機鏡頭的設計 大家會看到它的尺寸 一定是大一點 我可以配合兩支 28135 和24120 尺寸 你會看到前組 整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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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鏡頭的 鏡頭 其實對焦環 甚至乎 控制環 整個設計 都是為影片設計 但當然 有些朋友說 我喜歡這支鏡頭 當然可以 但主要都是為影片設計 比較多 當然 你想兩用 Hybrid 又或者想 Hybrid 兩用 又或者想拍照 想這支鏡頭更漂亮 OK的 沒有問題 當然是可以的 大家不知覺得這支鏡頭如何 還有 其實大家也知道 之前跟大家說過 Nikon 收購了一個電影器材公司 就是Wred Digital Camberra 大家會知道 Wred 本身的 盤子就是 RF 盤子 Cannon RF 盤子 其實也不算是秘密 因為它新任的Wred CEO 在不同的展覽會 都說過 將會有更新的Wred 整條路來講 Nikon 想由 純粹的拍照 所謂拍照佬 或者拍照的影像公司 你會看到它 無論是機型 收購Wred的行為 拍攝RAW 拍Log Wred的LUD 其實想慢慢轉型 又不要說是原廠Vide 因為原廠Vide 其實是可以Wred去做的 它是比較想是Hybrid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好事 因為始終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知道 Vide的重要性 是越來越重要 比較多一些 其實這間公司 它有資源 它有心 亦到現在 收購Wred 和很多不同的公司之後 它集合了一些技術 慢慢去 即是Hybrid 即是Video和Photo 即是這兩樣東西 我覺得是一定是好事 即是沒有壞事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今天就是快快地跟大家 講了一些這支鏡頭的東西 其實不是可以說太多 因為始終它也是剛剛公佈 說是延發中 亦都是大家 有些疑慮 就說究竟 為何和Sony那支那麼相似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不需要擔心 另外 大家可能會說售價 其實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當年Sony那支 應該是兩三萬元左右 兩萬米 好像類似的價錢 但我不太記得了 現在都是說定價 好像都兩萬元 我相信 如果NICON 我相信 如果它的售價 不是太誇張 即是跟現在市面 其他品牌差不多 我相信都會有一條出路 至少我自己都會入手 因為其實做影片也好 無論是拍攝 即是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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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本身的24mm都好用 有支更漂亮 再更多功能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即是我會喜歡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 另一個形式 未必是一定是出試機的評論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就留言 有什麼就分享這條影片 一起聊聊 我們下次就有新的消息 新的產品 再跟大家嘗試玩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